《東北大學》 《東北大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妞妞 我們現在來到了是熱情的高雄 說到高雄怎麼可以不提到海鮮呢 高雄有非常多有名的魚市場 還有漁港 比如說前鎮魚港 柯仔鳥魚港 還有非常多豐富的海鮮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跟著妞妞一起前往高雄 讓大家喜歡看看有什麼海產吧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天石浮的養殖漁場 聽說這個養殖場已經是傳承三代的養殖技術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天石浮養殖漁場裡面 到底有什麼水產吧 Let's go 在養殖漁業裡面一定會有一些契機跟辛苦的地方 那可以幫我解說一下 我們已經養殖了62年 哇 這麼久 是 從阿公年代就養殖施木魚起家的 那到第二代董事長 對 就開始全面養殖 那到第三代現在是總經理 就我先生 對 我們就是有加工廠的部分 我覺得最嚴重的是氣候的變化 寒流 沒錯 就怕換來也是 高雄政府有沒有什麼通路跟行銷的方式 讓我們的漁民有比較好的一些收益 我們自己本身也有初級加工廠 所以市府有時候就會比如說 如果魚有滯銷方面的問題的話 它就會希望加工廠這邊可以幫忙 對 又變成一些施木魚丸 對 把這種加工品 我們是全廠做清真認證 這也是市府海洋局 它從2018年就輔導我們這些水產加工業者 去拿一個國際認證 來 高雄怎麼可以錯過古山魚市場呢 尤其是新開幕的古山魚市場 就讓我帶大家去看看 新開幕的古山魚市場長什麼樣子 Let's go 隨著高雄漁業重心的轉移 讓曾經繁華的古山魚市場逐漸沒落 在政府大力推動整件計畫 10月21號全新開幕轉型成為精品銷售中心 除了提供農漁民更多元的銷售管道 也讓重新出發的魚市場 帶動附近商圈的發展 成為熱門觀光景點 那你今天怎麼會來到這個古山魚市場 因為在網路上有非常多部落客推薦 這邊有全台灣最美的魚市場 那你在這邊有吃到很厲害的海鮮嗎 小捲鍋燒麵 它小捲這麼大一個 然後直接蓋上了所有的麵 完全看不到面 很厲害 對於整個魚市場的規劃是什麼呢 那我們希望是把它整建成 就是一個龍魚精品的展側中心 第一發賣場我們是保留它的建築結構 然後把它規劃成一個 穿透性很好的一個空間 然後作為龍魚精品展側中心 那這個中心的展側區域 包括龍魚精品 包括海鮮料理 還有就是休閒的油氣空間 那第二攀愛場的部分 我們把它規劃成一個戶外的冰海廣場 我們補助漁會總共有11項的冷鏈設施 包括冷凍庫還有冷凍廠還有加工設備 那希望透過這些冷鏈來調節漁後的產銷 穩定漁價 那另外也透過整個加工的方式 把我們漁產品加工成不同的利用型態 那提升整個產品的附加價值來幫助漁民 我們也補助養殖青年 開花新的產品 那另外對於它這些產品的外包裝 我們也補助它來設計 來增加它的銷售 從濃郁精品展售區、海鮮料理區 以及餐飲休息空間 未來展售中心將滿足濃郁產品一戰式購物需求 原第二拍賣區就職 規劃增建戶外濱海廣場 提供市民散步、休息以及廣場 高雄第一港口渡輪來回的最佳景點 高雄市政府努力幫漁民尋找生技外 也加強漁業基礎建設 大力推廣高雄水產 讓漁民辛苦工作後可以得到穩定收穫 利用在地資源打造高雄特色漁產品 增加民眾購買意願 以實際行動幫助漁民